共台三駝儿有可能带来 上东客观的合物跟共准方 很多政府机关部门都严定一台 李北断冠廷跟中部兄弟李佩文 作为来到中部兄弟方体进行视察 为了应对共列红台三駝儿的情绪 政府机关单位都是严定一台 中部香港厕所也是保持着 同样的态度在面对这件的红台 虽然今天还没有开始有风雨出现 但是中部兄弟李北断冠廷 就叫立法委员陈冠廷 来实际这件的投水站还有止红池 我们三坨台风现在在逼近 可能会从南部这样经过 所以要跟我们的兄弟李北断相长 先来跟我们的止红池的状况 还有热情的相亲 我们之前台风可能造成的这个需要 这个输军的问题 其实冠廷跟我们经济部还有我们县府 跟我们相公所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在讨论 然后确保说我们现在不管是输军的状况 止红池的状况 其实现在都已经先有预留50万立方米的 这一个东西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出水的一个出水口 所以现在看到的希望 等一下遇到强降雨的时候 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 那也希望我们民众 大家也要做好这个台风的一个准备 防台的一些安全准备 我们做好准备减少一些灾害 也希望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台风 为了营营有可能带来的好大火 中部乡公所也特别像公关制洪池的水位价格 目前就有50万立方米的空间 可以在好大火来年的时候 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让酒造地区免受饮水几口 在学校玩自习可以比较认真读书 家里有手机电视还有床会想要睡觉 有朋友会比较认真一点 我会努力为了会考 为了我想要考得很好 然后去做准备 因为有补助所以我们有便当 我觉得便当很好吃 有鸡腿青菜跟鱼 只要50块 对 会有校车在 健福都补助 每个人只要付一点钱 就可以送到家附近的站点 对我是家门口 下午4点后的时光 持续丰富精彩 课后更丰富 从英语绘本到艺术创作 两放学后的时光 惊奇无限 开户完之席 便当补助 小巴借送 轻松练功不打烊 外师到我家 免费献上英语课程 在家也能持续提升英语力 家有的家 特货加强 前面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